字幕志愿者 和穆 exchange za cubbyu 字幕志愿者 还有죽 cellar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欢迎收听听周六的文择 我是林蕊文 今天与大家主持周六文择 其中一位主持 先与大家看一下天气 现在宋爱气温是29度 相對濕度87% 天氣酷熱的最高氣溫 今天預計會達到34度 大家就要小心一下 陳景祥早晨 早晨 林敏文 最近這個商界經常說的 最多的就是一帶一路 很多企業都希望承住中國的國策 開拓多些市場等等 或者爭取多些機會 但其實很多人我相信提到一帶一路 雖然聽得多了 但未必很明白 很遙遠 我們希望今天這個討論 能夠探討更多的關係 究竟我們香港有什麼商機呢 在一帶一路上 我們今天邀請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的局長 早晨 早晨 林詠文 早晨 陳景祥 早晨 港台的聽眾和有觀眾 是呀 局長 剛才問一下 一帶一路辦公室 現在是貴於商經局的旗下 知道政府接下來 都會以三部曲的形式 和中央確立香港是一帶一路的事 其實是一個什麼概念 其實剛才警長也說得很對 一帶一路 有人覺得很陌生 因為我們說的是 全球有六十多個國家 和中國透過外貿的關係 連結在一起 有些人又覺得這個詞語 可能講得很多很沉悚 有人又覺得 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如果我們看這個字眼之前 想一想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香港 是一個財經中心 或是一個貿易中心 香港的對外貿易 是我們的經濟命脈 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很少地方的貿易的數字 是我們國民生產的數字 是幾倍 我們是三倍多的 有些國家來說 可能只是佔四十五十 我們是三倍的 所以我們從來都是依靠這個外貿 而這個外貿不只是單止是貨物 輸出的服務也是 譬如是專業的服務 其他地方可能有些計劃 但可能在香港立項 用香港的法律等等 所以從來如果能夠 在全球的貿易裡 如果香港佔了一個份額 會是重要的 當我們未看戴在路之前 或者我們看看過往我們香港 譬如過往二十年 我們的經濟情況 很多人忘記了 我自己也忘記了 二十年前我都是做工業貿易處 當時我也處理一些外貿 原來二十年之間 跟我們做生意人 都起了很大的變化 二十年前 即是九六年左右 我們頭五位的貿易夥伴 這個次序就是中國大陸 當時佔三成 然後很自然地就是美國 歐盟 日本 然後才到東南亞 到一六年 大概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排序不僅變化了 而那份額也變化了 第一位當然是中國大陸 佔了一半 但接著就不是歐美 日本 就是東盟十國 佔了我們百分之十一 由第五位升到上來 接著是歐盟 美國 而日本跌出了第五位 在台灣之後 這個變化說了什麼呢 就是原來過往二十年裡 在整個亞洲區域的貿易 是很大的轉變 如果我們看看 就是中國大陸 日本 台灣 南韓 加上東盟 已經是我們所有的貿易量 超過75% 這是第一個轉變 第二個轉變就是二十年前 就是中國當時還沒有加入世貿 我記得朱鎔基總理去美國的時候 談入世 二十年之後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的貿易體系 也是全球人均 就是生產中殖第二大的經濟體系 那就是一前一後 就是那個分別是怎麼樣呢 所以大家看看就是 過往二十年有這個轉變 我們其實是在一個經濟發達 貿易蓬勃 和整個國家走出去 整個區域市場門戶打開的環境之下 香港其實我們的貿易 其實都增加不少 在這段時間裡 我們的經濟增長大概 如果二十年計算 大概是1.4倍 我們的貿易是增加了1.5倍 就是說我們的貿易份額比較大 但是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下廿二十年會怎樣呢 下廿二十年會是 繼續和歐美做生意 還是和中盟做生意呢 這個我們其實較為清楚 有一個路向就是 我們相信中國和它的貿易夥伴 隨著一帶一路 必然會增加 所以說其實一帶一路 可以說從這個貿易 或者外貿來說 其實它是明顯地 畫了一條線出來 就是這些將會 都是和中國打交道的 有基建 有投資 有商貿 甚至民眾和民眾之間交往會多 所以在這個環境之下 所以香港就要想一想 我們應該怎樣自主 所以這就是一帶一路 和我們的直接關係 局長 這裡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到貿易對手的轉變 或者伙伴的轉變 那個轉變很清楚 我們都要用國家 東盟都是十個國家加在一起 但我們一定說到一帶一路 就很大 即是在說六十多個國家 和幾條線 這些國家聽說 按照內地的說法 其實是沒有定的 可以在這裡增加都可以 面對這麼大的概念 始終人們經常都問 香港其實你講就講了很多 但由誰是設入點 或者是否其實應該 針對某些國家開始做事 和實際上 其實如果舉例 我有一間香港企業 其實我現在說 有一帶一路有這麼大的國策 應該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特區政府覺得 怎樣可以幫到這些企業 拿到這個機會 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會考慮 警長問兩個很實際的問題 也有兩個可以說 我們的迷思 一個就是你只叫香港人走出去 一帶一路就只走出去 是否會逃空香港 這是第一個大的問題 第二個大問題 經常都提到 就是我們說 香港90%多都是中小企 你說的項目這麼大 起鐵路 起港口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想這兩個很好的問題 第一就是 究竟走出去不同的地方 包括一帶一路 現在暫時六十幾個國家 是否就是唯一的出路 我最近做了這個崗位之後 我和很多專業的界別坐下 包括建造界的 工程 測量 建築師 又和一些專業的團體 譬如說會計 法律等等去談 香港律師會會長 蘇兆聰會長那天和我說 其實香港最能夠發揮 我們的作用就是 莫過於如果有大的計劃 能夠在香港成立公司 作為那個項目的一個起點 其實這個是對很多大項目 來說是一個重要的 第一 他給了一個答案 縱使我們說走出去 這些項目未必在香港 但香港也有一個條件 就是這類項目 因著香港一個法制 專業服務和一個平台 這些項目可以在香港立行 立了一項就是 第一 當然受香港的法律保障 知識產權的保障 和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財經專業的中心 也有很多專業人士在這裡幫他 從這裡走出去 更加很多 譬如國企 央企 或者內地的企業 有些已經來香港上市 他們也在香港有一個業務單位 所以第一 當我們說一帶一路好 或者外國的項目都好 不一定是全部走出去的 香港本身隨著參與的時候 香港有一個定位 甚至香港也可以有這方面的商機 以至工作機會 就業等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也是所謂大與小問題 很多大的項目 現在來說是以基建為主 譬如說是鐵路的發展 我們看東南亞 和東盟很多國家都在商談 有些鐵路 南北的鐵路 東西的鐵路 當然投資很直接就是中國鐵種牽頭 但是它可能都需要一些融資上的東西 可能需要一些規劃的人員 也都很需要 譬如好像香港地鐵公司 是有營運管理的經驗 譬如我們的地鐵公司 在全球很多大城市 包括紐約 包括墨爾本 包括北京 包括倫敦 都有管理的項目 所以它近來成為了 中國鐵路建設走出去的一個夥伴 地鐵都始終是大的企業 是的 我們不是很多像地鐵規模的公司 譬如我再去跟建造業界說 其實香港很多譬如建築師 或者工程人員 已經逐步逐步在外面做這類工夫 因為所有專業的行業 多數的人數都不會是多 但是不是人數 所以即使是我們的所謂中小企 不代表它沒有那個實力 譬如你說法律或會計 或者是保險的專業 可能在一個立行的開頭的時候 要做很多我們所謂風險評估 要做很多合約 或者將來定賣 將來有糾紛的時候怎麼處理 這些都是一些專業的服務 這些都是香港 其實無論你世界各地 很多時候有大的交易的時候 香港都有這個角色去做 所以大與小來說 其實都要看香港有沒有那個優勢 所以歸根究底 如果我們看著這個大局面的時候 香港有沒有能力 可以一方面拿到我們一個獨特的優勢 第二方面來說 有沒有一個我們做得比別人好的 如果從這樣的程度去看 專業服務一定是香港的一個強項 再遠一點來說 其實我們說一帶一路 都不是一個特定的國家 剛才經常說的 今天我們初步去看 六十五個國家 大概佔全球人口三分二 全球的GDP大概三分之一 但這個不會在那裡停止 還有我們香港和這些國家地方的貿易 其實是可以透過一些方式的鞏固 比如說簽署自由貿易協議 又或者不一定是最近的最上數 反而大家之間有沒有一個互相配合 比如舉個例子 我們看向西邊走 東盟當然是我們現在最主要的貿易夥伴 再遠一點的時候 比如印度和香港 那個貿易關係很密切 三年前我們訪問印度的時候 他是互相之間的八大的貿易夥伴 今天已經升到第七位 但是印度是和國家差不多 和我們國家差不多 人口那麼大 商機很大 再走遠一點在中東或者以色列 在很多年前我和一些業界 去看綠色企業 能源企業 到今天他們的發展和香港的關係密切 又或者再走遠一點 比如有些地方和香港的關係 除了經貿之外 其實比如好像英國 跟香港一向來有一個很密切的經貿關係 但是可能在創意產業那裡 或者是一些高薪科技等等 亦都有一個合作機會 所以一帶一路其實是一個 在地圖上可能是幾條線 但是在實質上面 在經貿關係上面 還有很多合作和發掘的空間 但是一般人 香港人現在都始終覺得 我們的關係和傳統的歐洲 美國那些比較緊密些 或者香港人就算學多種語言 都是多數英文的 但是按照你剛才所說 現在其實那個版圖是變了的 其實你覺得一般香港人的心態 企業自己的行為 開始做這些調整沒有 其實他準備不準備走去一些 以往我們覺得相對比較陌生的地方 我同樣都有你的擔憂 但是我又過往這一兩年裡面 如果我們看電視 我看到有一類很受歡迎 起碼我自己很喜歡的節目 就是講一帶一路的旅遊 食品 文化 特色 過往一年之間 我想大家同意 就是這類多了這節目 從很神秘 到很感興趣 我身邊很多朋友 去旅行的時候 現在老實說 也不只是去大城市 很多時候有些比較探索式 去這些比較少去的地方 所以在生活上有的 另外香港其實也有一些外地學生 我們以往也有鼓勵 比如一些外地學生來香港 其實那個是做得少的 做得不夠 即是你說來自一帶一路的國家 其實是來自周圍的地方 因為香港始終都是一個小的城市 香港要做到國際化的時候 除了我們自己走出去的時候 也都要很多不同地方的人走進來 我跟不同的行業去說 我覺得專業界別 有一些可能是走得比較前些 譬如跟基建有關 有些可能已經組了出去 又或者一些做跨境貿易的 可能先走出去 但是反而在我跟他們談的時候 今時今日很多行業 包括法律 會計這些行業 他們對一帶一路是有興趣的 因為他們處理的是所謂大的交易 大的交易的時候 你怎麼都需要這些專業服務 所以我覺得社會氣氛 可能是逐步去探索 但是剛才我開始的時候說 即使是我們看過往20年 其實有個假象 我們以為我們做的生意 仍然好像20年前一樣 事實已經不是 所以我們都要有一個前瞻性 就是未來20年我們跟什麼人打交道 香港可以尋找商機的時候是怎樣 譬如我另外講講 另外有幾個簡單的數字 今時今日我們香港的收入 頭的三圍仍然很傳統 就是佔我們國民收入最大份的 仍然是貿易和物流佔22% 接著是金融 金融佔17% 接著是專業服務 12%左右 這三個加起來已經超過一半 但其實這三個是互為因果 互相之間很緊密 因為做貿易也需要金融 也需要專業 這三個來講已經佔了一半 但我們看一看 接著第四 第五個大的產業 分別就是旅遊業佔5% 以及創意產業 是一個新興的 裡面包括很多行動 包括廣告 包括廣播 設計 建築 很多不同 用意念創新方面去推 這個現在也佔5% 如果你看回這個組成 就是一方面固有做得好的 譬如說和貿易金融或者專業有關 如果我能夠做得好一點 增長比較高一點的時候 已經能夠帶動到經濟 所以譬如說對外的貿易 為什麼對我們這麼重要 我們的專業服務 隨著我們走出的商機增加的時候 會帶動到 但也不要遺忘了一些新的行業 譬如創意產業 譬如一些很新的行業 尤其是那些新的行業 可能對於我們年輕人 或者年輕的專業人士 可能有一個刺激的作用 有一個大動作 剛才你有提過 也會和一些國家簽訂一些協議去協助 但其實在一帶一路裡 有一部分很強調走出去 其實商家在一帶一路上面 如果我要尋找商機 其實有很多因素 其實安全感對於我們香港商家 都比較低 政局不穩定 水制不同 政府在這方面有什麼想法 所以這個是相向 除了簽訂貿易協議 投資保障協議等等 其實是相向 不是單方面 亦是令到它可以走進來 榮文說得很對 正正在國際貿易環境裏面 不是每個都是我們熟悉的朋友 亦都很多 尤其是新興市場 是有很大的其他的風險等等 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簽的自由貿易協議 或者是投資保障的協議 通常就是希望一方面打開市場 譬如這個自由貿易協議 就是跟那個簽訂閣 怎樣將它的關稅 或者是有些跟貿易有關的 所謂的壁壘 阻礙等等 將它降低 讓你進去的時候容易 因為香港就是一個自由港 所以我們基本上 沒有收關稅等等 但是不同地方 對於不同產品 不同服務可能都有關稅 亦都可能有一些設限 第一就是打開這個門 這個門的打開 就不是單靠某個部門 某個團體 而是整個國家 而且尤其是我們希望在年底 可以簽訂跟東盟的協議 就是我們跟10個國家 東盟10個國家 是透過一籃子的自由貿易協議 把他們的門戶打開 這個就比我們進去的時候 更加有可預計性 你知道哪些行業 那個門是怎樣打開的 用什麼時間表 關稅怎樣逐步去降低 第二就是更加重要 就是我們現在都跟19個國家 簽訂了投資保養協議 這個就是我們出去的投資 或者他進來香港投資 是得到一個法定的保障 包括他的國家會承認這些投資等等 這些都是政府與政府之間 要起碼做到的事情 當我們剛才說 香港要繼續跟外面做生意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利用這些 投資的保護協議 又或者是自由貿易協議 為了整個業界 和不同學業打開門 起碼大家心目中心裡有數 知道那個市場是怎樣 但是當然 單是做政府與政府之間 未必足夠 還要做一些推廣 譬如我們跟貿易發展局 經常都會做一些貿易推廣 以及他們所謂一些配對 譬如我們剛才說 一帶一路這兩年 成為一個主要的熱點 在去年我們在香港 做了第一屆的一帶一路高峰會之後 今年的9月11日 某發局又會做第二屆高峰論壇 這個高峰論壇 它集中是什麼 就是跟我剛才說的 那個大形勢配合 它在一帶一路裡面 它選了三個較大的地區 一個當然是東盟 或者是中亞地區 然後去到東歐 作為一個起點 尤其是東盟 和歐亞之間的地方 我們希望打開門戶 或者鞏固這方面 在高峰論壇的同時 也有很多貿易上的配對 這些完善國家 也有一些官員過來 跟我一起開會 講解他們的商機 我也鼓勵 我們自己的專業團體 以至一些年輕的企業家等等 去留意這個商機 再進一步當然就是 也要帶團出去 去了解 因為英文所說 seeing is believing 你真的去到的時候了解 未必一次過可以做得到 但起碼我們對這些地方 是有一個了解 而如果大家上去 貿易發展局的網頁 在一帶一路的網頁 他都用了一些比較生動真確的例子 如果我上次沒有數錯 有八十多個這類的例子 就是真人 真的公司 在走出去的時候成功 有時可能是不成功的例子 最近在我們的網頁 商經局 我們新開的營商網頁 我們有一天看到報紙 有一個建築師 也是去一帶一路的國家的例子 有時成功與失敗的例子 而且對於其他同業的人 都是一個重要的經驗 另外你提到關於風險的事情 其實很多國家都頗不穩定 這方面政府會不會有些事情協助 減低你出去的時候的風險 包括安全等等的問題 當然幾方面 最重要是要知道 所以資料庫的評估 和其他人做生意的經驗 第二件事就是我剛才所說 就是一些法定上的保障 第三件事也有些風險可以預計 譬如說 可能在做生意的期中 可能會有很多爭議等等 所以 起初合作項目的時候 那個合約的定名 譬如選擇哪一處 哪一個法律的區域 或者應該怎樣去減低風險 所以我們要留下一節再談 因為很快便要休息一會 好 待會再見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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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商機或商貿的議題 想和我們今天的嘉賓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談談的話 歡迎大家打來172311 局長你好 大家好 劉文你好 劍長你好 你講回我們上一節的話題 我們上一節談到 當走出去的時候 很多時商家會覺得安全感比較小 那怎樣可以減低的風險呢 局長 第一真的要選擇 雖然大陸有六十多個國家 但不是每一個國家的成熟程度 開放程度都是一樣 所以剛才說過 如果能夠透過貿易協議 或者投資補助協議去簽訂的時候 一定有幫助 第二就是在資料庫裡面 我們和貿法局共同去做這一方面 所以你看到它今年重點 它都是選擇一些 我們覺得是較為條件較為成熟 或者初步可以接觸的 第三方面就是經驗是很重要的 大家的經驗的分享去做到 剛才我所說的成功或失敗的例子都有 而政府也有意在沿著一帶一路的國家裡面 增加我們那個經貿辦事處 現時我們全球有12個經貿辦事處 內地有5個 我們新增的一批裡面其實都會因應這個方向 既然這個是我們將來貿易夥伴的地區來講 我們就在那裡加點 譬如我們剛剛開了印尼的辦事處 我們會打算在印度在中東亞聯酋會開辦事處 我們可能會在俄羅斯開辦事處 這些跟貿易的地方都有關係 藉著這些辦事處和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時 也可以提供多一些資料給願意走出去的商人 一開始的時候也有問到政府在一帶一路政策上 也有三步曲的方向 這是什麼做法 當我們講與外面國家的關係時 同時我們看到我們自己國家所帶來的商機越來越大 我剛才說過現在全球來說 中國是一個最大的經濟體系 也第二大的貿易體系 在這些與對外貿易裏面 其實都是可能在中央或不同部位省市 分散在不同地方 所以我們與內地之間的經貿關係應該怎麼做 其實打從十幾年前開始 我們第一份而且最重要的自由貿易協議 其實是與國家簽 就是我們所謂SIPA 即是緊密的經濟貿易關係 但是到今年六月底的時候 我們都簽了一份新的 那份其實是很重要的 新的SIPA 投資保護協議 主要是與內地之間打開 非服務業的整個市場 而且有一個負面清單的形式 簡單來說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年 就是服務業中逐步開放 非服務業中包括製造業等其他方面 我們希望用一個較為大步的方式打開 這個簽了之後 我們回來還要做一些推廣的工作 但是現在的關係正正是兩個星期前 我們去北京的時候 我們覺得與中央就著一些經貿 或者重要的政策裡面 可不可以用一個三步曲的形式去做呢 第一就是如果在互相之間合作 和互補的前提之下 如果有一份協議 將香港與國家之間所關心的關係 或者是我們的優勢 是必須希望國家特別關注 就是不要忘記 又或者是特別突顯的時候 就用這個協議先把它寫下來 第二步來講就是 跟那個相關的一個或者多個的部位 有一個直接定期的對話和聯絡 變成大家之間會知道怎樣去跟進 第三方面當然就是我們同業界等等 透過這份協議和這個機制 除了反應意見之外 有時候可以一起出去 我舉第一個例 當然就是以往的ZIPA 已經是一個這樣的方式 有互相之間的協議逐步去做 當然有些未進完善的時候 我們要跟進 我和商務部有一個對口 也要跟進 這個模式 譬如我們最近上去北京的時候 就住旅遊業 我們做了一份很清楚的協議 裡面有八個大項 那八個大項就是清楚 譬如第一 互相監管 因為旅遊業如果在旅行社監管 做得不好的時候 雙方會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互相監管 亦互相跟進 第二個來講就是 它讓我們的旅行社 可以在內地獨資去經營團 這個是打開門 這個其實是ZIPA裡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安排 然後其他有四五項就是互相共同推廣 譬如旅遊業來說 就是內地的遊客來到香港 不單是來香港可能走出去 更加重要就是我們很多中長線的客人 來到香港透過一程多站進去 這個互相之間的推廣宣傳 去到別處宣傳 這個也是重要的 這個旅遊業也是用三寶曲的方式去走的 我們也期望這個可以 和剛才所說的一帶一路都互相相關 我們在一帶一路裡面 也建議中央有一份協議 也希望就香港特別是有優勢的地方 譬如我剛才提到的專業服務 金融項目的融資等等 這方面我們透過這份協議的時候 清楚界定了我們哪些地方 我們覺得香港是比較好的 有了這份協議之後 我們也和法改委 希望有一個直接的定期的機制 大家去談一些共同的問題 有些可能就是包括你剛才提到 走出去的時候遇到有什麼困難 我們怎樣和國旗一起合作 我們這些機制會不會太小 排不進去 又或者是有些可能他不明白 未必了解香港原來在這些方面 有能力幫忙的地方 透過這個合作的機制 還有有些項目 可能他已經將權力下放到省市 我們在內地有不同的經貿辦 也都可以和省市去接觸 目的就是希望將這些重要的 國家政策 信息 互動的方式 透過這個機制 帶給我們業界 亦都可以反映到給中央 希望用這個三層的方式 就確立一個在大政策裡面 我們和他之間的關係 就不只是說了 或者是讓業界自己去走 我們又看一些近一點的事情 譬如說說貿易那裡 中美最近之間也出現了很多矛盾 最新的情況就是 美國那邊的總統 希望要下令調查關於一個知識產權等等 這些其實這幾年都沒有發生過 突然間現在又出現了 局長你負責也是關於貿易的 你怎樣看這件事 對香港會有多大影響 還有過往的經驗 以往香港都會參與一些遊說 即是向美國解釋某些事情 這次你覺得我們有沒有準備要做些事情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有時貿易其實都不是順風順水 正如我剛才開始的時候說 過往20年前我們和我們做生意的人 和今天可能很不同 還有各個國家和經濟體系 它是不是都是這麼開放 是不是一帆風順呢 我前幾天在一個報紙的訪問 其實那個國際貿易都有順流有逆流 譬如中美之間的貿易 其實真的不是一帆風順 其實都內不中都有一些所謂的惡策 惡策等等 這個301的手法 其實是過往十幾二十年都很少用 間諺真的很少聽到 加入了世貿之後 用了記憶之中很少用 也是單方面 當然這個究竟是貿易的問題 還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這個可以深究 但是我們就必須要 在遇到這種情況之後 第一就是審視這件事 對香港的貿易有沒有關係 譬如說他覺得 中國大陸有些產品是侵權的 香港其實在保護產權等等 是做了很多功夫 也都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貿易體系 獨立的關稅體系 我們有自己的一些保護措施 這個在制度上必須要做好 第二在講解說明方面 我們在美國的辦事處 我以前也在華盛頓工作過 不時都要去一方面了解 譬如美國這個政策 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另外一方面也要就住 在他的商界 他的政界 都要做很多遊說的功夫 就是解釋清楚 香港的獨特性 但是當然 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受制於這個大環境 所以更加說明 就是香港不可能 只是依賴個別的貿易夥伴 也都如果全球整個貿易 在一個大的開放前提之下 但是可能在順流與逆流之間 香港也都要識走位 即是哪些地方 我們是可以 長遠來講 看到那個商機 這些都是我們要 一直繼續做的地方 但是你覺得香港 或者以特區現在的為止 你會不會需要參與一些 比如說向美國解釋 或者跟中國的代表團 去做某些遊說等等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個301的方案出來的時候 直接是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 這個我們不需要 也都不會參與 因為那個是兩個經濟態之間 但是在這個糾紛當中 會不會香港受損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不斷去審視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就是 你要去了解那件事 對香港有沒有影響 有沒有無緣無故成為一個無妄之災 又或者是 有些可能是透過他 未必明白我們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解釋的功夫 這個我們一直都會留意著 那個情況 也都會問一下業界的情況 因為在我們貿易的範圍裡面 其實有一些諮詢委員會 譬如我們有一個 工業貿易的諮詢委員會裡面 涵蓋很多業界的人 以往我們無論是做一些 貿易談判 譬如包括紡織 包括高科技等等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跟業界一起去做 這類的評估是重要的 這個工業貿易處一直以來 都要做這個工作 而我們駐美的辦事處 也都會關注這個事 你初步估計對香港有沒有打擊 或者有沒有影響 暫時很難看得到 因為那個打擊不單是美國單方面 也都要視乎 中國會不會採取一些 相應的措施等等 我們當然站在香港的立場 作為一個自由貿易的支持者 我們當然不覺得這些貿易之間的 磨擦糾紛應該這樣做 以及現在世貿成立之後 有很多調解的機制 從香港立場當然希望 任何貿易糾紛應該按照 一個多邊或者雙邊 以及國際認可的方式去處理 剛才提到某些事對我們香港很重要 另外一件事對香港很重要 是旅遊業 其實看到近期局長你上京的時候 與內地都達成了聯合開發 一個海上絲綢之路旅遊產品 這個概念是怎樣的 其實旅遊業都是當我們走出去時很重要 一方面當然香港是旅遊之都 很多人來 我們一年是接待超過五千萬的旅客 有內地的旅遊 也有很多是外地來的 其實近年來我們都越來越希望 就是那個平衡那個組合越闊越好 例如舉一個例子 東南亞、印度或者歐美的客人來說 其實在今年來說 其實數字有所上升 但是在這些客人來香港的時候 通常他們 因為香港地方比較小 通常都是三日起四日子 有什麼方法令人來到的時候 譬如延長一點的時間 增加消費等等 其實那個一程多站的概念很重要 香港也是很交通方便的地方 很多旅客來香港 不是單單在香港 我們以往做一個統計 原來有一半的旅客 外國人來香港 他們會走去香港意外的地方 簡單可能去澳門或者去深圳 但是長程客是九成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它不是單來香港 所以在一帶一路 國家完善去推廣那個旅遊 其實就是不單止推廣香港 亦都推廣香港周邊的地方 我們最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譬如我們高鐵的連網 我們在說兩三個小時裡面 已經將廣東省整個省 以至到省外的一些旅遊地點 跟香港是兩三個小時 高鐵可以連成一線 我們也在說大灣區的發展 我們在香港周邊有九個城市 都是蓬勃發展 亦都有透過一個聯網交通的方便 這些所謂一程多站的旅客來說 可能來到香港 可能花一天去一個旅遊地點 或者兩天去多一個地方 整體上遊客來香港的時間 數字等等亦都會好些 當然香港自己也要做一些事情 譬如內地遊客來香港 其實不單止購物 近年來說我經常覺得 現在所謂e-commerce 網上購物 很多時候已經取代了 你要真的去排隊買些什麼 來香港有些什麼 我們自身都要做 一方面就是景點的增加 我們很有趣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去旅行 其實未必真的是購物 反而去感受那個城市 生活不同的地方 有些可能是文化歷史的項目 這方面香港有一個很獨特的地方 我們有些很舊的東西 活化 例如將來快要開張大館 香港是一個歷史建築 但亦都是比倫於一個文物的地區 我們在西九發展 將來故宮博物館的新館 亦都在這裡成立的時候 會不會帶動起一些新的旅遊經驗 我們亦都有幾年前 我有份做那個地質公園 是世界級的地質公園 會不會在生態旅遊方面 會做一些事情 亦都帶來我們村落的活化 所以很多這類的東西 以至到香港其實 在一些文化藝術的貿易那裡 包括拍賣 一些高檔的藝術品 很多人專門來看一個這樣的展覽 最近的水墨展覽 我們超過萬人去看 而且每年香港很多拍賣會 很多人來的 我最近看到除了最出名的一線之外 有很多地區性的拍賣行都來香港 這些都是帶動到香港本身的條件 吸引的不僅是內地附近地區 亦都透過香港和周邊地區的聯繫 亦都可以輻射出去 成為一個比較獨特的文化區域 這個我經常都說 這個是香港一個所謂固定的優勢 就是因為不同的文化特點 或者因為一國兩制很特別的地方 香港是一個 和內地的六百多個城市 與別不同的地方 但這個都要我們慢慢去經營 去站高 望遠一點 想一想將來是否一個走向 這是否一個經濟和文化的合作 等等都要想 那些國際賽事 其實政府現在有沒有一個想法 會不會做到 我們好像去年有一個方便得意 都很受歡迎 這方面政府怎麼想 其實我們慢慢都儲了很多個新的 我們叫做Magic Event 你剛才提到FORMALAE的電動賽車 今年年底又會再做第二次 我們成為一個他們落腳的地方 亦都有些更新的 比如最近這個月初 電驚 我想很多人以為 之前打機怎麼會成為一個比賽項目 可以在紅盤坐滿人 原來這是一些所謂Magic Event 原來一起透過比賽的時候 某些特定觀眾 尤其是年輕人 願意買票入場 而且它本身也可以作為一個吸引項目 當然亦都有些傳統的 都成為一個景點 我們這陣子暑假的時候 從書展到動漫到食品節都是 但是下去的時候 都應該有很多發掘不同的地方 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方便辦這些活動 只要我們有場地 所以會展展覽的場地 都是我們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最根本 為什麼這些人會來香港 其實都有一些基本的條件 比如安全 你不需要擔心 有客人來香港不需要擔心 代客之道 代客之道就不是一個半個政府部門 而是全香港人都要做的 我最近去一些地方 比如我去伊朗 我覺得伊朗很多人 心目中覺得好像很遙遠 但是伊朗人對外國遊客 是非常好客的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可以 互相去抵禮的經驗 所以在整個旅遊行業裡面 有一些是結構性的東西 我們要推廣 但有些可能是本質上 我們要做好準備 在這個時候也有聽眾想加入一起討論 請局長帶起的議統 我們有許先生 你好 早安 早安 局長 早安 早安 你好 是的 我們好朋友 真的 你本身說的話我非常欣賞 特別你提到那些方向性的東西 我幾年前去了雲南的國民館 去看一個一帶一路的展覽 是 我用了整個時間 當中很大的幫助 我認識整個文化歷史的進程 當時只是 譬如茶碼古道 賣馬 陶瓷的貿易發展等等 原來很豐富 所以我恐怕一隻香港人 好時候我們只是覺得 這是政治宣傳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誤會 如果能夠引入一個 當時我看的時候 是全國八省 八個省把全部的文獻 圖像 歷史的文物都帶來 因此我很提議 香港能否有一個 差不多的戰艦 好 多謝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我們香港能夠成立一個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是一帶一路的發展研究中心 這會幫助我們 去的時間有什麼好處呢 不單是將香港對外去介紹 上面將一些所謂正能量 人家做生意的時間 帶著一個正面的一個 就是一個價值觀 那方面 都是帶來給我們那方面的學習 香港很有創意 許先生或者我們都 讓更多的年輕人 在這方面可以去啟發他們 如何能夠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幫他們發展 許先生或者我們都給 一些時間的局長回應 多謝你的電話 是怎樣加深市民 對一帶一路的認識 多謝許先生說的 我講得很好 其實我們很容易忘記了 其實中國人或者香港人 其實是行萬里路的人 真的 我們香港人的足跡遍及全球 同樣地中國人都是 今時今日的一帶一路 亦都不是說駱駝或坐船出海 其實是 譬如航空業是點對點的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都是要靠人 都是要靠一些成功的例子 或者甚至一些失敗的經驗 所以我想我同意有許先生 剛才提到 就是怎樣將一帶一路 這個概念 大家不要想著它 成為一個政治的口號 確實是跟各業 可能是一個相機 不僅是走出去 可能是引進來 亦都可能是 生活文化裏面的交流 我那天跟英國駐港的總理事 去提議的時候 其實譬如倫敦和香港 有很多合作的機會 那個合作機會 不一定是金融貿易 而是可能在文化上 或者我們跟剛才說的 思路上的地方 如果有一個歷史的底蕙 有一個文化的 以往共同走過的路 其實往往是令到香港人 對那個地方的興趣 經驗都會多些 所以我覺得能夠走出去 多些經驗來說 所有這些小故事 所有每一個人出去的經驗 可能都會對我們加深的了解 是有幫助的 局長 你經常都會出外 或者見很多國際上的機構 或者組織 我就想問你一個 最近比較發生 很多人留意的事 就是有幾位社運的朋友 被判刑 要由社會服務令 變成要坐牢 服刑 這件事其實 這個國際社會 有相當大的反應下 在這方面 你自己覺得 這件事對香港的國際形象 有沒有影響 或者你覺得出對的時候 你會不會需要 為香港要解釋某些事情 大約一分鐘時間左右 這個當然大家關心 但我想香港最重要的地方 亦都我們一直以來 跟全世界去講明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而那個法治是香港 整個社會 是一個重要的基石 是基本法保障 亦都是我們一直以來 用回普通法 和我們的法庭 是獲得世界的尊重 有一些國際的評級裡面 在說香港的法律體系 包括我們那個司法的制度 是全球在普通法裡面排第三位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 就是這個是基本的 這個是無論個別的案件 個別的情況 會怎樣判決 無論大家對案件判決 有什麼看法都好 但是最重要的地方 香港還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我們要尊重那個法庭 今天多謝局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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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